线上购物独特一点 找好东西就上CT Social 韩申 简伟儒 舒逸敬 金恩 还有顾拉 特攻包含了谢亚轩 阿巴西 黄鸿汉 曾文鼎 还有克力斯 两支球队今年第二次交手 第一次交手也是在新庄体育馆 也是今年的开幕战 身材有点走样 所以现在他们也做了洋将商的更换 教练团 教练团当中也增加了祥恩 外籍的助教 因为本来加入到太阳 太阳解散之后他又来到猎鹰 这个球最后爬进去也是布拉 克力斯拿到篮板 大汉被他撞倒在地 骗过了布拉 再给到底线 曾文鼎的出手有了 大汉绕出来接球 曾文鼎再给空手切 大汉收球 回给到克力斯 这是个空档 主场的篮筐特别温暖 二公回到主场9比3领先 李翰森往篮筐附近一抛 正常情况下他应该也是主要第一届 变形环绕的一个进攻点 谢雅轩来了 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得出来 虽然说感觉整个身材并不是比较高大 但是 这时候陈也拉拉三 拉拉三有些时候在防守端也有可能会是一种负担 因为其实感觉好像这一季开始他的这个体能 好像会耗费的比较快 体能没有衰退的这么快 布拉当然现在也不年轻 是 蓝底下还是靠他卖高 现在谢雅轩他会多分担一些控手的角色 是 阿巴西 出手有了 预条件非常的好啊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在前面两季的磨练之下 古毛维加上场了 地板球过来 这个球一直到了 篮底下布拉 整个速度还有整个热情 会很快的被他带起来 对 上个赛季 先看场上黑暴这边来了 双手灌篮 抽跑是门学问 你不能全部都一直乱跑 对对对 这段上也满累的 哇 一直投跑会被 会被那个 哦 我以为你都投跑 我想说上一次投跑 应该是 昨天趁老陀 就在给到阿巴西 时间剩四秒 到位这边 选择喷三分球 技到过头 哇 魏珈好补近 这也是在前几个赛季 就是比较少看到的安排 因为毕竟现在呢 商场即拜海盆比赛 其实也是靠金根 三十三分 藍少甫 27比25 克利斯的一个拿手抛投 所以看起来布拉就会承接 德古拉过去先发的位置 相对的今天 这个因为德古拉没有登陆 而登陆的是 这一球 狗天亭算是 干扰重篮 今天也只能在这边对老东嘉丽 这边开个后门 给到古毛维嘉 郑力斯再分出去给拉巴西 划布进来再回给克利斯 雨季了 这个球被封下来 谢亚轩的火锅 特攻马上 不要 好快喔 克利斯会灌篮啊 他这么高大的球员 这个篮球在他手上 可能像躲避球一样 他要从二楼往一楼丢 对这真的是算是不容易 三十三 克利斯 这次的一些麻烦 阿哥 我们在转播直播中 克利菲 藍底下撞出了空间 阿巴西 太有把握了 特利斯王进区这边来磨 藍底下是菲克 是 所以说对于葛卫菲来说啊 他可能必须要更 在 藍 抱歉 郭绍杰进三分球之后 回到七分差 阿巴西向同位置 主要列印在这个第二节的后半开始了 受迫于对方的防守 在外线 今天特攻对于篮板非常有企图心 阿巴西对三分球更渴望第三颗了 他入T1的洋相会很纳闷说 他也是洋相吧 为什么 阿巴西今年的效率有多恐怖 他赛前投篮命中力来到5成4 三分球命中力错4成 这一节三分球已经是进第五颗了 而且这段神感觉 列印的机会比较打不出来 是 李汉森 上半场对阿巴西来说回到主场 这篮筐真的很大 而且整个信心 他真的是非常的强 哇 怎么认都有阿巴西 其他人在防守端也好 组织端他其实已经算是还蛮纯熟的 是 篮底下布拉 被布拉在这个位置拿到球 在进攻上的一个表现 蹲到底脚谢亚轩 再给 哇 这个炸弹最后扔给到了金恩 又是进攻篮板 长篮板掉到骨毛这里 脸印蓝底下布拉终于投进 他目前平均是一场得三十一分 克力士再给到谭杰隆 应该是有被干扰 哇 谭杰隆 是不是有受伤 不小时候翻船了 前面这块弓 不过现在 白萨其实也在场上待了一段时间 但好像也没什么触球 嗯 蓝底下 哇 还是布拉 哇 又回到五层命中路 对比收球 第三节其实也剩下不到十秒 吕继额 吕继额 继额的出手进了 亂玩哦 以国内本土的一个 他这样高度的球员来讲 他也去三分而已 吕继额 这个是继额的节奏 前面特攻快攻机会 大汗上篮得分 本来要清开 没有哦 给到苏毅进 四属肚角 三分球突进 阿巴西这个球 再给到 克力斯 踏热这几分 哇 因为这一球 克力斯整个旗跳 距离相当的远啊 特攻 又把握了练义的失误 现在看到阿巴西 反手上篮得分 有一些突身 暂停之前他做助攻 给到了克力斯做完成体哦 因为上一季夺冠 另外一个副智人 杨将艾德还在养上 再变成十一分的分差 给到阿巴西 第八个三分球 下半场第一颗 土毛 晶恩又拿到进攻篮板 篮底下 EV goes green 对 肯定 有时间描览 调整一下 凯刚来说算是相当的拉几哦 股毛 又到了犯罪 这是M1 股毛为家 但是 可以有效的把空间给拉开 鼎哥 今天的分数打得非常的低 郭少杰上来之后就有贡献 公仇 鼎哥要不要投 老鬼 这个球他反应算蛮快的 是 是 张布下来 烈鹰的机会 落侧边 古毛为家的出手投进 古毛为家 谢亚轩的出手没进 烈鹰郭少杰拿到篮板 股毛推进 给到隔队被踩 欧洲不动 哇 整场没有 阿帕西再给到柯利斯底线 大汉 踩线 吹的是犯规 吹的是郭少杰的犯规 金恩要找队友 郭少杰第一时间球没有难好 还剩4秒 特攻这一波算守得很好 金恩的一个外线出手 歪掉 篮板拨到 又被捏了 很可惜啊 这一球郭少杰非常的拼 可惜 14.4秒 10秒的时候 全场上一起倒数 迎接我们的胜利 9.4秒 大汉要继续来到罰球线 烈鹰现在只能发后场 金恩带过半场 给到葛雷飞 出手 机会有出来 这个球也没碰到框 今天最后这个 收尾对贺工来说 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那台冈烈鹰非常可惜 他们距离队时第一次击贷 特攻还要再等一等 今天最后的比分 两队都打得蛮低的 88比85 是由特攻 继续保持他们跨界主场的连胜 等一下也会有 主持人比利带来 整个场中的赛后访问 特攻拿到了 今年赛季团队的第五胜 台冈烈鹰则变成了 一剩三败 我们只要一步 高伴 陈烈鹰面 我们开始